发生的基本原因 但我就好奇一件事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突然间兴奋呢 那这个还是由心脏这个特殊这个结构引起的 因为老年人 它心脏的痘防止者功能 防止者功能 都是在退化 或者有核病有高血压了 冠心病了 风刺性心脏病了 肺梗了 好多疾病 它引起心脏本身 痘防止者功能 防止者功能的减退 所以就是四郎部 功能减退了 那下面的就是心防 它就可以出现了 没有控制的一个自由 一个自由的一个灿动吧 老师想问问 就是为什么 这个防颤是心防的事 它会引发脑梗 难道咱们说心脑血管 心脑血管 就这个血管 它们俩忽然就通了吗 那当然了 因为心脏 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机器 把这个血泵到周围的血管 那首先达到脑血管 如果这个酸子脱落以后 堵在脑血管里 就出现脑酸财了 那么心脏 为什么防颤永远得那个血酸呢 因为防颤以后 心脏心防是一个 没有节律的 一个就是灿动的 这种情况下 在心房里血淤质 就可以形成血酸 现在我大致理解 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心脏的跳动不规律 最要紧的是 它形成的血酸 而血酸形成 你看我这么理解 对不对 杨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能理解吗 小区早上 早高峰上班 是吧 趴个杆 出去一台车 抬个杆 出去一台车 对不对 现在突然间杆出问题了 这杆不按节律台了 对 要台车一下里 这车啪 撞上了 对 后面是还往外走 都对的 比得很恰当 这这么一讲 我现在就明白了 我们刚才片子里 那阿姨 她就是因为这杆 不好好抬 发生了交通事故 堵在了门口 最重要的是 她那栓堵在脑袋里了 对不对 结果她在脑袋里 形成了一个血栓 这个那杨老师 您在临床上 像这样的病人多吗 就脑梗 它就是由防颤引发的 这样的患者多吗 这样病人很多 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 刚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当时有30岁左右 他首发症状 就是脑梗才来的 后来入院以后 我们做新年图 一开始是个防颤 那她防颤是因为什么 引起的呢 那她防颤呢 就属于特发性防颤了 年轻人还是很少见的 但是防颤还多见老年人 所以老年一个 退阱性的一个改变 其实通过这件事 杨老师随便讲一个病例 咱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防颤这个事 在老年人 岁数大的人是因为老 要是年轻人呢 年轻人是因为老 对不对 对 休息不好 对 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件事 在这儿的防颤跟脑梗 它就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它哪头出问题 我们都受不了 不过这个防颤 它能够引发的疾病 它绝对不止脑梗这一种 它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病 什么病呢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它的症状 腿肿乏力不能平握 胸闷憋气 夜间呼吸困难 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我一看啊 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出现问题了 有一点像这个心梗 你看这个心脏不舒服吗 小鱼答案是靠近了 但不对 实际上是心力衰竭 啊 居然是心衰竭